日前北京某百货商场举行开业庆典 活动虽在北京举行但港新云局 郭富城于文乐张志玲和周立奇等人相见甚欢 都笑称是老友聚会 此外法国演员天使艾美丽主演奥大利塔图和内地女星熊乃景都现身捧场 当然人气最高的要属于冲上营销2在内地再度人气急升的张志玲 但他现身轻放间时一度引发混乱 而由于近期某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大热 不少网友期待张志玲的帅气的魔童一起上节目 他称对此很有兴趣 不胎探言很遗憾 暂时还去不了 我觉得我儿子那个语言应该不痛 我觉得很遗憾 这个他普通话没有练好 虽然我的也不是很好 可是他的那个普通话要好好的加强一下 不过张志玲一点不担心儿子上节目会出现问题 最近被踢爆恋上内地小声的周立奇 当被问到是否同男友一起时周立奇拿同来参加活动的朋友打圆场 对于近来的感情生活周立奇却不愿多言 其实也没有 其实我觉得也是普通人正常人 也是过一些很正常的生活 对 反正我觉得都给大家拍到了 我都没有去逃避什么 就是谢谢大家的 我没有说承不承认 就是这个因为本来就是我对感情是都比较低调 对 可能就是我觉得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去给我们自己去沟通 所以我没有不太习惯去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私人的事情 不还有这些谢谢 当天郭富城还透露以后在演艺圈没这么忙了后 又金金百货也的打算 而对于没有入围今年金马掌最佳男演员 他表示不会遗憾 且入围者中张家辉梁家辉和梁超卫等都是熟人 希望他们都好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